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恨古与宙云霸荒 流出轮回更一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又回来了 请进去 慢慢走啊 小心小心小心 来 师父啊 这么晚您还赶路啊 明天有法事 您呐为死人忙 我为活人忙 咱们两头都忙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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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家 船家 不知道有没有小船呢 我想帮一艘小船去高游 你能不能帮我 今天晚上雾太大了 那些小船哪 不敢出海啊 我看你是找不到了 大叔 我给你钱 你帮帮忙吗 我看你再给多少钱 也没用的 我劝你呢 还是明天一大早再走吧 安全至上啊 客官 不行啊 我有急事啊 我一定要赶回高游啊 可是我这艘船是最后的一艘了 那我上你的船吧 不行 不行 里面已经塞满了人了 你坐不下了 没关系的 你让我上船吧 我坐哪儿都行 千万不要啊 你坐在这儿很危险啊 一个大浪打过来呢 你准掉进海里去啊 我不怕 你让我上船吧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你真的急着要走啊 是啊 那好吧 那我先进去 船舱问问其他的客人再说吧 谢谢 谢谢 这么热啊 喂 喂 喂 船家 你怎么还不开船呢 都坐满人了 就是啊 又热又闷的 都客马了还不开船 各位啊 很对不起啊 外面呢 有位客官呢 他急着要赶路啊 那么他身上呢 只带着一卷大草席 大家可不可以 让点位子给他呢 这里连伸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你还在客 他说的一点都不错 你以为我们坐一两个时辰就到了 要坐一整个晚上的 是啊 好长时间的啊 坐 你等个是吗 等了老半天 你怎么还不开船呢 还等什么等 阿弥陀佛 各位施主 出门在外 要的就是一个方便 大家挤一挤 还是让他上来吧 船家 既然如此 就让他上来吧 东西呢就搁在外头算了 大叔 怎么样 里面真的是坐满了人了 你呢大概还可以硬挤着进去 不过你的草席呢 只好放在外头了 不行啊 我一定要抱进去 哎 别担心 我帮你找一块大油布 把它套起来 要是被浪给打湿了呢 或者冲进海里呢 我赔给你 你赔 你赔得起吗 这样吧 我再给你两分钱 就算多再一个人吧 这个 除非这样啊 你抱着这个草席坐 不要妨碍人家 这么一来呢 人家也许会通融的 好吧 我就抱着他坐吧 对不起 什么鬼玩意儿 烦死人了 小哥哥 大家注意啊 这边呢 就是买深狐树的 那边呢 就是买鲨鱼棋的 哎 下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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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鲨鱼棋吧 我也买鲨鱼棋 哎 你们在玩什么呀 啊 我们正在赌 那草席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 依我说呢 是一棵珊瑚树 不像 不像 我以前看过人家这么包啊 你也见过吗 我以前也这么包 那么老兄 你猜是什么呢 你看他手里抱的那个玩意儿 不大不小 不长不短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倒是猜猜看 他抱的是什么嘛 你看他两只手紧紧地抱着这个草席 嗯 难道说 这个包袱里头裹的是他自己的席份不成啊 不会吧 你说草席里包的是女人 要是女人的话 倒就闷死了 那他就是杀人凶手了 啊 哎呀 我好像闻到一股怪味啊 啊 那股怪味好像是从草席里传出来的 喂 你别胡说 有怪味儿 是你身子臭吧大神 臭你的大头鬼啊 喂 说说罢了 干嘛动不动去想打人 我看你是欠揍啊 是你自己臭吗 你还说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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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摸到一只脚啊 摸到心脚啊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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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草心里包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是南苑王家大象的王鼎吧 你怎么知道 哼 我打过你两次板子 一次是你打上了县太爷的公子 另一次是你调戏李渊外的千金 如果不是你哥哥王奈那么有名望 我才不会那么容易就把你放掉呢 你是老葫芦 哼 知道我就好 我现在要把你的席子打开看一看 不行 不能看 我说打开就打开 不行 你不能看 哼 不要啊 僵尸啊 皇帝 快说 怎么回事 她是我妹妹 为什么要过她犀利 她得了疾病不能够吹风 真的是僵尸啊 你们看看她的脸哪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是什么事啊 你不知道啊 你看看 她把僵尸带上船来了 快不得我的舵都把不稳了 我的船差一点触礁啊 赶快把僵尸扔进海里吧 是啊 快点扔到海里去吧 否则的话 待会我们会有云药大风浪呢 说不定那个是冤鬼啊 我早就说不要让她上船嘛 我们要是出了事 都是你害我们的 大家一起把她扔下去吧 扔下去 扔下去 谁敢碰她 我就给她拼了 快点 快点 秋雨 你不要怕 我在你身边 我们不会让她把脸扔下去的 我们很快就会到高院 那无阿弥陀佛 我已经为她念了不少经了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飘于大海 假使黑风吹其船坊 坠入罗刹鬼国 其中若有乃之一人 乘观世音菩萨明者 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王廷 到了高游之后 你就跟我到衙门去 不把事情跟我说清楚 休想老爷放你 正躺 下跪何人 南燕王家大相王鼎 你今年几岁 二十六 可曾娶妻 命 家中上有何人 家中青人 只有大哥跟大嫂 你在什么地方上船 震江 去震江做什么 读书 你随身所带之物 可是依据女尸 不是大爷 她不是女尸 她是人啊 请大爷明见 武座 小林在 你检查结果如何 草席里面的人 是死还是活 草席里是具尸体 不是啊 她不是尸体啊 十二个时辰后 她会变回一个人 你们要是把她扣留在这的话 时辰一过 她就变不成人了 到时候你们全都是杀人凶手 大胆网顶 你年纪轻轻不务正业 本县衙门早有前客 你还敢在这儿招摇撞骗 妖言豁众 你快从十招来 来人 在 用刑 是 大老爷 请大老爷开恩 请大老爷开恩 请大老爷先让小人 跟秋月回去 十二个时辰后 小人一定会带秋月回来 向大老爷您谢恩 到时候您想怎么惩罚小人 都可以 请大老爷成全 请大老爷成全 岂有此理 枉地你在发什么神经 竟敢胡言乱语 居然说一个死去多日的女士 在十二个时辰之后 会转世还阳 简直是阴派胡言 是真的 你说 这具女士死了多久 三十年 三十年 五座 小人在 一个人死了三十年 面貌不符 肢体不残 可有此事 按理说 人死了三年变成骷髅 此女子死了三十年 样貌不符 肢体不残 要不是僵尸 就是妖精啊 大人 他不是妖精 回老爷 同传过渡还有物名大师 小的一起请来了 老爷不妨听听物名大师的高见 阿弥陀佛 无名大师 你过来 刚才王鼎所说的一切 相信大师全都听到了 他说这个死了三十年的女士 能转世还阳 此事可不可信哪 祝佛世界众生大前 因缘即会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大老爷 大老爷 请你相信小人 此事是千真万确的 假如时辰过去的话 他就不能还阳了 请大老爷马上放过我们 请大老爷放过我们吧 请大老爷放过我们吧 放过我们吧 大人身为父母 高悬明经 何不打破沙缸从实戏文 以洞心因果断出疑惑 悔有哀民之情得以杜托 此乃大人之功德 小子之万幸 下跪王鼎 小人在 既然物名大师亲自为你求情 你就一五一十地把女师之事 交代清楚 若有一字之物 小心我行账加身 把你打得头破血流 听见没有 谢谢大老爷 谢谢大师 你什么时候去镇江的 一个月之前 去镇江做什么 因为大哥骂我 所以一怒之下去了镇江 你大哥是铁口之钝 他骂你一定有原因的 你说 他为什么骂你 说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跟一位姑娘发生了关系 有了骨肉 继续说下去 你一生俘虏 享用不尽哪 李大人 您稍后 我把它写一下 好 谢谢 这就把我们办件 这算得真准哪 走开 先生要请坐 走 起来起来 走 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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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别打 有话好说 你这是干什么呀 有什么 有什么话说的 我要王八先知道 我爸这鱼可不是好软的 走开 别打别打别打 我们大爷整天忙着批八字 看命理都来不及 哪有闲工人招惹二哥呢 什么八爪鱼 四角王八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你叫他出来 你叫他出来 里边有位客人 从南京来的 你可别嚷嚷啊 你要是打扰了他 他发起胃来 比那白角乌龙还难缠啊 你给我滚开 滚开 黄百姓 黄百姓 你别擦 别擦 别擦 走开 你别擦了 你别擦了 走开 别擦别擦 住手 走嘞 你就是王八先生 在下王奈 仁兄有何指教 我问你 八字命天注定 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 不错 人人落土之时 其四柱八字便改不了 我妹妹来找你批命 你老兄批来批去都说她八字多金 命带贵人 说得她心话怒放 就连传家之宝碧玉簪都给荡了 封了五两银子给你 岂有此理 几个月过去了 金子没见到 肚子倒是大了起来 有了身孕 命带贵人 命带桃花还差不多 那我今天是来砸你招牌的 另外再要回那五两 你自己看着办 那五两要好不还的 我今天就跟你没完没了 不知令妹是哪位呢 我妹妹叫圆圆圆 圆圆姑娘的劈铁我还记得 所谓八字金旺 并非指她嫁得金归婿 富贵多金 而是指她八字之命 失忠失和 所谓命带贵人 此贵人二字 是代表她人缘甚家之义 并非指她唆嫁之人 是大富大贵 两者之间大大不同 不可误会 今天你来砸我招牌 一招都尚未抓得起 如何身战八招 如此莽撞 真是胡闹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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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回来了 王满心 我就在砸不了你的招牌 也要要回那五两 快还给我 顶子啊 你快点把我放下来吧 请让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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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都是我的 你坏死我 我就是这么坏吗 二少爷 圆圆 哥哥 你这个乌赖 把我妹妹带到这儿来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说什么 想怎么样啊 这是我家 我当然可以带她回来了 你的家 这是你的家 是啊 哪 这个是我大哥王奈 虽然我们长得不太像 不过我确实是一个娘生的 哦 哦 你是她大哥 好了 这件事 五两阴的解解不了了 你的婚姻之事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哦 你说我命带翼马破婚丧偶 这辈子最好别娶老婆 闭嘴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别娶老婆 走 咯 咯 咯 哇 你先起来吃饭吧 这些菜是我做的 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我哥也没叫我起来 我还吃什么 你大哥出去了 吃完了饭再跪吧 是吗 我大哥不在啊 老实说 我真的很饿啊 好香啊 尝尝看 大嫂 你的厨艺真是越来越棒了 别拍马屁了 你以后少惹你大哥生气 少让他操心就行了 你要知道 他打你罚你也是为了你好 你爹娘很早就已经去世了 你大哥好不容易把你带大 他比你爹娘更疼你啊 你大哥是个命理大师 但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命根韵 开得像你这么好 你还说我命好呢 我现在连个老婆都娶不到啊 颖子 你说什么呢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去见圆圆姑娘 去现在要死要活的 后来见我给了一百两银子 她就不出声了 那个八爪鱼啊 还给我磕了三个响头 叫我大善人 大哥 你这么说是答应给我去圆圆了 跪下 我就是不答应才去送钱的 这就是遮羞 你明白吗 我才不明白呢 到底凭什么不让我娶老婆 就凭你与生俱来的四主八字 又是八字又是命的 是什么鬼命啊 我情愿不要 我要吃饭呢 命都不要了还吃什么饭呢 你这个命无情火旺 热诚有余 万定不足 更是急躁好胜 火霸无情 什么样的姑娘啊 跟着你也不出三年非死即生 你要讨媳妇 你不是结缘 而是造孽啊 要是我这个做哥哥的 在旁看热闹的话 不是恭喜 而是帮凶啊 老天爷不长眼睛 才给我这条烂命 闭嘴 我王乃谈机批命 已经是与天争巧了 要是眼睁睁看着你造孽 帮着你造孽 毕竟是大祸临头啊 你不是说五行有救 开孕解命吗 你要是善心的话 你就应该救他的命 开他的孕呢 他没这个善心 他不会这么做的 站住 一经上书 前道变化 各政幸运 上命于天 必须知命 畏命 就是要帮你调节命力 也要靠你自己的修为 不能靠其他人哪 火神炎王 也要靠文昌星的相助啊 我一直叫你在家里边 好好地上学 勤语写字 你偏偏不听 非要出去鬼混 现在闯出不来啊 你有完没完啊 顶子 顶子啊 你有没有听到啊 你要多看点书 多写点字 多接近文昌 你的运才会开的 你帮我跟哥说一声啊 他要是让我去圆圆的话 我一定会努力读书的 我担保一年中秀才 两年中举人 三年中状元 二少爷 到时候你读书 我给你赶门子 你写字 我帮你点灯 你复考 我为你祝福 你吹牛皮 我拍马屁 大少爷 小珠子不敢 只不过是帮二少爷打打气罢了 是真的 我不是吹牛的 为了让王家出个状元 你一定要答应的 这样吧 求祖宗显灵吧 找老法子 把圆圆姑娘的八字 放在祖先的牌位旁边 三天之内 家里如果有人打破一个碗 若有人划一跤 那就是老祖宗打了他回票 真的怪不得哥哥我呢 好啊 是你说的 我现在就去拿他的把子来 你这个图标啊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阴险狡诈 居然敢暗算我 圣之不武啊 你听过没有啊 什么圣之不武啊 我今天是替圆圆教训你的 你凭什么要这样教训我 那我问你 你无聊的时候 是谁陪你的 你啊 那我再问你 你跟圆圆之间的事 是谁帮你们撮合的 你呀 这就对了 圆圆现在有了你们王家的骨肉 你有什么打算 我早有打算了 我大哥已经有意思 让圆圆入门了 我正想过去找你们呢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过呢 还要看我祖宗三代 点不点头才行啊 三天之内 没人砸了一个碗 没有人不小心摔跤 就算是你们祖宗承认了我 让我入门啊 是啊 他说要是有人砸了碗 或者是有人摔了跤呢 就表示我们的八字不合 连祖先都认为我们不能成亲 高明 真是高明 这就是王半仙高明的地方 他自己不表示反对 他叫列祖列宗出来代表他反对 你自己想想吧 你家里的碗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多少啊 汤碗 饭碗 茶碗 古董碗 灯油碗 少说也有两三百个碗吧 任何一个人不小心失手打破了一个碗 那么远远就过不了门了 还有啊 王半仙开的是批命馆 你看他的生意多好 从早到晚进进出出的人 起码有两三百人这么多 他们之间 随便一个人不小心摔了个跤 你远远还是进不了他们王家的门呢 王鼎 这么看来你们王家分明是想为难我啊 不错 他们王家正有此意 我想你要嫁入王家做少奶奶的心愿呢 真是很难如愿了 喂 你有完没完啊 元月 不要停他胡扯 你别看这个王鼎啊 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啊 一有事情来了 他也只不过是他哥哥的应生虫 像这种丈夫 嫁不嫁都没关系 你再胡说八道 小心我揍你 我完全同意图老二的说法 他说得对啊 凭我们元远的姿色 要嫁户好人家一点也不难啊 你可要发财了 这个王半仙算他实相啊 我只是随便说了两句 就送了一百两银子给我 不过我随随便便又给花掉 那王鼎你给我听着 你要是现在跟我妹妹一刀两断呢 我没话好说 不过你要是想取得过门的话 就不是一百两银子这么简单 钱不成问题 最要紧是不要砸了碗或摔了脚 王鼎 事到如今我已经是你们王家的人了 你大哥要是让我进门的话 我就跟你一辈子 如果你大哥要是不让我进门的话 我就先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 然后我自己再悬梁自弃 要真有这么一天的话 我告诉你啊 我不管你是王鼎还是王奈 我就一头撞死一个 看看是你王家的鼎应 还是我巴掌鱼的头应 这点你不用担心 最要紧的是 把圆圆的石尘八子拿回去 放在造军老爷面前 对着我祖先的灵牌 早晚定时叩拜上香 我担保圆圆呢 一定可以进我王家的门 做我王家的人 你说话算数啊 你们大家都听着 八字铁就在那边不许动 还有 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 每个人都要用双手来捧着碗 绝对不可以砸 所以 要是哪个砸了碗 就表示跟我二少也过不去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另外 你们走路也要特别小心 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看清楚的路再走 千万不要摔跤 对了 要摔的话 到巷口再摔 绝对不能够在我王家摔 否则的话 就是跟我王鼎作对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他呀 以后就休想再进我王家半步 大少奶奶 我看我还是不干了 我还是回乡下去算了 谁都可以走 可是你是卖身入府的 怎么能走呢 你想回家乡啊 不是的 大少奶奶您是知道我的 我平时做事总是不小心 手脚又不灵活 我怕会连累二少爷 春花 你这三天就去巷口打扫吧 我叫人拿饭给你吃 春花 这样好了 你这就回房睡觉 三天都不要下床 这就不会连累二少爷了吗 大少奶奶奶奶你说好不好 大少爷喝酒 二少爷喝酒 快点儿一会儿 来 慢慢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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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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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帮你盛 来 给我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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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二少爷 没事 没事 我拜托你们 小心点 行不行啊 小心 对不起 二少爷 是是 我们这里还要玩 你要不要 不要啊 不要 别 别 别 你 你 那现在我们家所有的碗都已经锁起来了 从今天开始 封碗三天 擅取者送官查办 二少爷 算你没碗用 用碟子盛汤啊 这个问题问得好 小柱子 来啦 二少爷 大家听好 谁要有本事把木碗打破的话呢 我就把整锣都吃了 对不对 二少爷 看来大家都没这个本事了吧 擦完鞋底擦鞋面 天雨 陆华要小心 提高警觉 别摔跤 好 行了 小心走路啊 好 下一个 请举 二少爷 什么事啊 你怎么搞的 下大雨还走那么快 天雨 陆华很容易摔跤的 你知道吗 行行好吧 拜托你走慢那行不行 好 知道了 陆华 小心点 别摔跤了 地上还很滑呢 我走了 好吧 这儿有些馒头 要是玩饿了 就自己拿来吃 知道吗 不许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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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偏在这个时候跳呢 下了一点雨了 人家都没有出来吧 现在地上正滑着呢 你跳来跳去会滑倒的 你知道吗 说都不会跳 我们都会跳 可能球连都没有滑倒过 你们就会顶嘴 反正就是不准跳了 知道吗 那边冲花也真是的 你看看他们跳也不管一管 现在才刚过了一天啊 你知不知道我还要娶老婆的 亏我平时对你们这么好 你们居然这么对我 但是我要是不让他们出来玩 他们就在里面跑来跑去的 撞破了东西不是更糟 来来来 叔叔 说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我们才不听故事呢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吗 啊 啊 小心点啊 你太快了 那我才不明白 你到底为什么不让我取老花 就凭女生俱来的四处八字 又是八字又是命的 这是什么鬼命啊 我情愿不要 我要吃饭哪 顶杂别使劲抓我的脖子 我透不过气来啊 先生 我怕你丢下我医生员嘛 哥哥怎么会丢下你呢 你这个傻瓜 什么样的姑娘跟着你 不出三年非死即伤 你要讨媳妇 你不是结缘 而是造孽 要是我这个做哥哥的在旁 看热闹的话 不是恭喜 而是帮凶啊 我王奈谈及批命 已经是与天争巧了 要是眼睁睁看着你造孽 帮着你造孽 毕竟是大祸临头啊 这块肉你是吗 哥哥 你都给我了 那你自己呢 那你自己呢 我没关系 我常吃啊 我常吃啊 我一直叫你在家里边 好好地念书 情语喜字 你偏偏不听 非要出去鬼混 现在闯出祸了 你又玩没玩啊 你都想去哪儿 你真似的 喂 天亮了 大家起床啊 今天没有下雨 我们出去晒太阳吧 喂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呆坐在家里 哪能走孕呢 别睡了 快起来啊 晒太阳吧 你看顶子多开心 他为了不让人打破碗 忙着叫大家出去玩呢 我们也好像很久 没有出去走走了 大家小心点啊 不要打破了东西 喂喂 大家听着 不要再做了 通通放下 通通放下啊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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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放心吧 我已经吩咐下去 一定不会有人打破东西的 干得好 小柱子 春花 快帮孩子们穿上衣服 为什么 我们今天到家外去玩 玩啊 快点 不行啊 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回来再做吧 听我的准备错 快走 把花瓶放下 小心点 快走 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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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在这儿啊 他们通通出去玩了 快快快 快走快走 我怎么去呀 我要留在家里开门哪 你开门 不用了 待会儿你要是不小心打破了碗 怎么办呢 走吧 快点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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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干什么 那贼进来怎么办呢 没关系 让他们把碗偷了吧 来啊 走吧 来啊 你这是吃了你 快点走 来来来 看看我 来啊来啊来 别走那么快呀 小心摔倒了 大圣奶奶 我们到那边去抓蝴蝶吧 好啊 你输了 大少爷 你们俩呢 就在这儿玩 我去烤鸡给你们吃 千万别乱跑 知道吗 好 叔叔 你快点回来和我们一起玩球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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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容易 你发生啊 我没能带啊 Panch来 job 喂 jo 喂 我哎呀 来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大厕后面有个白衣姑娘呢 那个白衣姑娘对着我笑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她为什么对着我笑呢 顶子 怎么了 刚才明明有个白衣姑娘在这儿的 怎么突然不见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她 白衣姑娘 没有啊 叔叔 你要不要玩球啊 打算那个球掉到水里 我真也追不上啊 这的球不是在这儿吗 是白姐姐帮我们捡到的 谁是白姐姐 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姑娘 原来你也看到她了 我一过来她就走了 走到哪儿去了 到那边去了 还有一个时辰就三天了 只要没有人打破碗或摔跤呢 我明天就可以去圆圆了 我想祖先一定会保佑我的 圆圆 你怎么这么晚来了 你不是说把我的八字帖 供奉在历代祖先面前吗 大叔的男生查 我看的身上也差不多了 所以特地过来看看 有没有跌倒或者打破碗 放心吧 没有 那我就可以做你的妻子了 圆圆向嫂子请安 还没有到此时你就叫嫂嫂 好像早了点 大嫂啊 就差一个半个时辰的 有什么关系 你没听你大哥说吗 命有天注定半点不由人 差一个半个时辰就差远了 一个半个时辰一转眼就过去了 是不是啊 我小妹呢 今天是特地过来 跟你们商量一下 过门成亲这件事的 你哥哥也算是慷慨啊 一出手出是一百两银子见面礼 只不过这个 我倒是觉得这一百两 给得太快了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小妹怎么说都是黄瓜闺女嘛 你叫她挺着肚子 进进出出的会被人笑 会被人说闲话的 一百两银子是代价 行了 行了 有话等大哥回来再说吧 反正不会亏待你的 是啊 老爷最疼的就是顶子了 什么事都依着她 你要多少钱不妨直说 好让我们有个预算 好吧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是不是有诚意要娶我妹妹 你这是废话 这还用问吗 行 五百两 没五百两休想娶她 五百两 颜月 五百两是你要的吗 我的事向来都是我哥 替我做主 哥哥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吧 你找谁啊 半仙 找大少爷 这么晚了 你干什么呀 批命 你 你看看 我们修管三天哪 陆远 陆远 你是说你住得很远 来一趟不容易 拜托 他还没有回来 我等 你等 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你要等请到里边等 谢谢 谢谢 媛媛 其实五百两真的不是个小数目 这样好了 我分几次给你吧 分几次给 喂 我妹妹帮你生孩子 难道也分几次生 你要知道五百两里面有二百两是我的 另外三百两呢 就是她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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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做的事就应该自己负责 大嫂 你看见白衣姑娘了吗 看见了 我也看见了 你也看见了 没错吧 我说过有这个人吧 这么晚了 不知道王安带那个白衣姑娘到县房里去干什么 你请坐啊 你稍微坐坐 大少爷也要回来了 不过这么晚了恐怕不是谈命的时候 试试吧 哎呀 此时就到了 哥哥 此时就要到了 快给你大哥要五百两银子吧 去呀 是呀 好 我很兇 现在都漂亮了 她的牛蛎 这是我咱咱逐场的 他需要 是的 不要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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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完蛋了 完了完了 什么都完了 哥哥 怎么会这样的 我怎么知道啊 二少爷 怎么会这个样子 此时未到 把你打了人也摔了 晚上哪儿来的 是怎么破的 是那个白衣姑娘拿过来的 谁呀 在你书房那个白衣姑娘 奇怪 人呢 人到哪儿去了 又是碗 我害死这些碗了 哥哥 你上哪儿去啊 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拿个破碗来打负我们 没那么便宜 我这就去衙门 告他们兄弟俩 哥哥 你又没写壮旨 怎么告人家呢 用不着壮旨啊 我这带家伙 比壮旨更管用 哥哥 你真的告得了他们吗 告不了 倾家荡禅我也要 现在也赏他们兄弟俩 几十板子 哥哥 你别去了 要是闹出什么事来 不是更丢人吗 喂 那个王鼎对你无情无义 你怎么到现在还帮着他 啊 哥哥 你就是不忍心王鼎来打 不是啊 我是怕你打错人呢 打错 哼她年纪轻轻地干出这种事 是她的错 我打的也是教训她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二少爷回来了 她正在甲山的凉亭里 我们去找她 鼎子 二少爷 鼎子 你娶不到老婆 也别老是闷闷不乐的嘛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 你什么时候认识袁姑娘的 为什么这么问 你先回答我吧 去年八月 是八月初还是八月底 八月底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那天图标过生日 他们叫我一起喝酒 那么是图标撮合你们的喽 君子有成人之美吗 好一句君子有成人之美 那我问你 现在是几月 现在是二月 中间相差几个月呢 现在是六个月 那袁姑娘怀了几个月的身孕呢 听她说有了六个月了 顶子 你真不长进 怪不得你大哥生气 你刚刚认识袁姑娘 当天就对她不规矩了 没有啊 我那天没对她不规矩啊 你真的没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呢 我可以发誓 那春花说的并没有错 春花说什么了 春花有远房亲戚 在图标的铺子里做伙计 她最了解内情的 什么内情啊 她说替图标怀孕六个月的新欢 刚刚找到了替死鬼 二少爷 你别那么笨了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什么 连时间都记不清楚 那个孩子不是你的 是图标的 好一个君子有成人之美呀 不行 我要找他问清楚 你不用问他了 你问他他也不会成人的 那个叫巴掌仪的人 我想他一定知道内情的 搞不好是他们三个合伙 来骗你大哥的钱的 圆圆的身孕有几个月了 六个月 在哪儿验的 既然她在前方网 她验的一定准确吗 是 一定准确 那我跟圆圆认识几个月了 八 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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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十十个月 你胡说 我去年八月才认识圆的 算起来到现在也只不过七个月 她肚子里的骨肉 怎么不是我的呢 那我问你 你跟我妹妹有没有做过什么 不可告诉人家去 有约怎么样 有就行了 那她的骨肉怎么会跟你没关系 可是我给你妹妹 是从十月才开始的 她肚子里的骨肉 怎么会是我的呢 怎么 你还要抵赖啊 抵赖什么 对 分明是图标闯了货 一把则人推给我 他休想 马上把一百两银子还给我 还什么还 我倒就花光了 你不把银子还给我 我今天就杀了你这个巴掌鱼 我看你没这个本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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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身手啊 真漂亮 好厉害 说 你还在哪儿 说 不关几位啊 你 来来来来 干杯干杯 来来来 干杯干杯 来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来来 干杯干杯啊 真巧啊 坐下来干一杯啊 哥们儿来来 哥们儿 你又把我当哥们儿吗 你已经把自己的骨肉 说得是我的骨肉 跟圆圆合伙来骗我 要不这大子提醒我 我真以为自己有了孩子呢 不是你的骨肉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圆圆有什么不好 她哪点配不上你 凭良心说 就凭你这副德行 你还想到哪儿去 找这么漂亮的姑娘啊 你既然喜欢她 那就娶她 干嘛要我来做铁子鬼 我是想娶她 可是我爹娘不喜欢她 说来说去 还不是你家嫌我穷 你们两个少跟我说这句废话了 马上把我大哥 给你的一百两交出来 王鼎 我劝你呢 还是少做白日梦 你还是少跟她 一百两交代 一百六交代 你还想死去 你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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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王丁 你想通了没有 你还在做白日吗 王丁 我说是你的骨肉 你就信了 也不拿盆水罩着你的德行 就凭一个破碗 就想赶我出门 我告诉你吧 我一定会报复的 我要你这辈子 都娶不到老婆 我先去 家贵王丁 小人在 听你刚才说 是袁氏兄妹跟图标三人合伙 一起骗你大哥的银子是吧 是的 你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 是 小人说的全都是事实 师爷 是 大人 这件事你认为如何 这个小子 查了三个月的秧 却收了六个月的道 年轻人 美色当前一时糊涂 也是在所难免哪 王廷 既然师爷也相信你所说的话 就少打几板吧 老葫芦 在 把他押出去 打二十大板 是 走 冤枉 冤枉 大老爷 冤枉 混账 本官哪点冤枉你了 你为什么打我二十大板 你刚才说有三个人 串谋骗你大哥的钱财 你本官看来 骗财的不止三个人 应该是四个人才对 四个 还有谁啊 除了你还会有谁 我 一个人穷极无聊 自然就六亲不认了 小人要钱可以跟大哥说 根本不用这么做 王廷 你在本县衙门留下不少的案底 你本来就不是善类 今天不打你 你是不会照顾的 来人 在 给我拖出去打 走 冤枉啊 大老爷 走 冤枉啊 冤枉啊 不能打 不能打 为什么不能打 无凭无据啊 此人可恶顽略至极 要是不打他 他不会照顾的 你 你随便找条罪状出来 我今天是非打他不可 冤枉啊 我我我我 你再多问他几句 也就会有线索啊 问问问问个屁 你快点去 是是是 你放个手 走 放个手 走 走 王廷 你给我跪下 本官现在问你 你说你大哥 阻止你跟姓袁的成亲 那你要是怎么跟这个女子 扯上关系的 说 那天我跟图标 巴掌鱼打完架之后 一个人走在路上不敢回家 那天晚上我喝了酒 突然 听见有人在吹笛子 一会儿 是 我们 我们好像见过面了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 怕挨你哥的吗 原 原来你认识我大哥 回去告诉你哥 你要转运了 转运 要转什么运哪 我大哥跟我说过 他说啊 要是跟人比学问 输了活该 因为我不认识几个字 要是跟人打架 打输了 那就不要回去见他 我现在连看家本领 都输给人家了 你说我丢不丢脸吗 从今以后 你看家本领 就不再是拳头了 原来你跟我大哥一样 懂得算命啊 只不过是我爹 教了我些皮毛吧 那我倒要找一天 请你爹给我大哥谈谈了 我爹已经做谷了 如果你哥真要找他谈话 恐怕得请蝶仙 把他请出来 蝶仙 蝶仙是什么 每个蝶子都有蝶仙 只要你把蝶子翻个个 找两三个人来 把手指往上一按 蝶子就会自动运转 你要找我爹 就叫我爹的名字 你爹叫什么名字 五月 那你叫什么名字 五秋月 五秋月 那我是不是找蝶仙 就一定可以找到你呢 你不妨试一试 不过 我怕真的把我请出来 你会吓一跳 五王鼎是天不怕地不怕 有谁能吓得了我 对了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镇江 镇江 这么晚了 你没传回去了 我不乘传 我驾风呢 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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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你怎么驾风啊 你告诉我啊 告诉我 教教我啊 二少爷 好不好 二少爷 你一个人怎么在这儿啊 大伙到处找你 跟我回家吧 你跟我回家去吧 我不回去 我要听他吹笛子 谁给你吹笛子 五秋月 五秋月 是啊 这 这 这儿 这儿没有人哪 五秋月 上哪儿去了 哦 我知道了 一定回镇江了 一定回镇江了 什么 镇江了 镇江了 我叫五孕 是秋月说的 你知道五孕是什么人啊 知道 是秋月的爹啊 孤陋寡闻 他是数一数二的义学大师 十年前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我还跑到镇江去 听他讲义经呢 怎么 你也认识五老夫子 哦 那根本就不需要找蝶仙找他了 晃腾 你在说些什么 二少爷在外头折腾了一整天了 累了 让他回房休息吧 你听着啊 元元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糟蹋了钱也要不回来了 吃亏上当 就这一次 没有第二次 知道吗 是啊是啊 大少爷说的话 句句是金玉良言 你要记在心里啊 还是识字念书的好 五星火旺 必尽文昌 只有识字念书 才能改得掉你的运 甚至于可以安安分分地 去一房媳妇 我知道了 你说过很多次了 大哥 我想去镇江 到镇江干什么 读易经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五老夫子已经去世了 秋月会教我的 你满口秋月秋月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别管我了 反正这次我一定要去的 老外 出来 你从哪儿把他找回来的 他一个人呐 站在凉亭那儿 又说又笑的 我就把他拉回来了 他要到镇江周易书馆去念书 我并不反对 你明天辛苦一趟 到书馆去打听打听 学费要多少 有没有地方住 好 我明儿一早就去 还有啊 他嘴里讲的那个五秋月 是什么样的姑娘 能够见的话就见见她 好 大少爷 我明白了 到我去哪儿了 他看到了 他说有没有地方 这些东西 的意思吗 朱盈 他说有没有 那你现在给她搭 那因为他 是谁 我很想见你啊 秋月 秋月 我是王鼎啊 我很想见你啊 你在哪儿啊 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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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王鼎啊 鼎子 少爷 你在管什么 什么叫秋月 没什么 你吃点点心吧 谢谢大嫂 大嫂真好 尝做点心给我吃 春花 春花 我们厨房里还有几种碟子 什么碟子 永久不是 小丝冰 没什么 好的 我明白 你知道吗 很久不过 你在哪儿 我 还不知 快 erm 还不知 真的 我 还不知 完全 还愣着干什么 像我这样 把手指放在碟子上吧 那我们一块叫五秋月 五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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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您到底想干什么 请蝶蝎找五秋月 蝶蝎不是这么请的 不是吗 那该怎么请啊 首先呢 要在蝶边上 点上一颗朱砂 这就是代表蝶蝎的嘴巴 然后再拿一张大纸 写上四个字 是否 以及好坏 再请蝶蝎出来 去找那位五姑娘 你问了问题之后呢 那个蝶子就会移动 蝶子停了之后 那个朱砂对准的字呢 就是五姑娘 想回答你的话了 是真的吗 小柱子 你的字漂亮 快去把纸笔拿过来 写上去 我 是啊 去 二少爷 我想那位五秋月姑娘 一定长得很美 我从来没见过 二少爷这么着迷 我说二少爷 一定是忙着看人家 连人家说过的话 都记不起来了 多事 小柱子 大朝奶奶 二少爷呢 在饭厅里 他在饭厅里做什么 剑客呀 剑客 假木在四柱之中 我还是写给你吧 请蝶先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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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丁心 丁心 请你帮我找 镇江的五秋月吧 我 我要找的是 镇江的五秋月 喂 你听见了没有啊 我要找镇江的五秋月 二少爷 小声点 这儿离镇江很远 就算孙悟空啊 要打几个斤刀才能到的 否 喂 这什么意思啊 到底是没这个人 还是你找不到他呀 你怎么不动了 还是回到中间 再从头开始吧 二少爷 你是不是得罪人家五姑娘 所以请不动她啊 这样好了 问问她爹吧 你是不是五孕老夫子啊 他真的来了 他真的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 好好好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你们再问蝶仙 千万别让你大哥看到 他是最讨厌人家玩镇江的 大嫂 你不要吵 不要吵 周易书馆的五老夫子来了 什么 你们这回闯祸了 你们居然把一个 这么有学问 有身份的人给请上来 你有资格跟他说话吗 我不管 我有话要问他 五老夫子 你是不是已经去世了 那么你在阴间 过得好不好啊 还有你女儿五秋月 她嫁人了没有啊 我看她也不小了 怎么还不嫁人呢 坏 坏 样子长坏了 西肠坏 还是运气不好 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呢 看来吴老夫子不太想回答我们 吴老夫子 那我到镇江去好不好 我去了镇江 能不能转运呢 来回高游 要不要带很多银子 看来吴老夫子 希望你去他的书馆读书 应该是吧 吴老夫子 为什么我请你你就来了 可是请秋月她却不来了 我老夫子在这儿 秋月姑娘怎么敢来呢 对了 二少爷 我想起来了 蝶仙问鬼不问人 要是五姑娘还在世 是请不上来的 对呀 那秋月是人 怎么可以找到她呢 大少爷 书馆怎么样 那吴云写了些反驳皇儿的文章 她死了以后 雅美就把她的书馆给封了 不管谁都不准进去 现在那儿变成了一片荒地 草都长到腰上来了 这痒啊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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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你快说啊 五秋月姑娘是吴老夫子的女儿 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离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十八岁的时候就九典就能取免欲 碱和老夫子的书馆 之軀 大少爷 怎样 大少爷 您要不要到外边看看 二少爷收拾好了 打算上镇江去 我们先出来了 我们等了好久了 我们先下去了 我们先下去了 我们现在要去啊 大少爷啊 大少爷 大少爷 想到哪儿去啊 大少爷 大少爷 快点走 等等 你要去镇江啊 我要去书馆读书 不要去镇江 你去南京吧 为什么 你既然有心要念书 维兄送你上最好的书馆去 周易书馆不好吗 维兄叫王安去看过 那儿出了事情 被衙门给疯了 没有教书先生 你跟谁去念书啊 是这样的 二少爷 那边呢满地是野草 不是蛇就是虫 你们不要再骗我了 你要念书 我是求之不得 我为什么要骗你呢 我告诉你吧 是吴老父子 叫我建卫赶去书馆的 那你是撞了邪了 你才撞邪呢 我真是搞不懂啊 我从小到大 什么都要被你管 我饮食起居你要管 结交朋友你要管 就连娶老婆你也要管 现在我连专心读书 你又不让我去 你说我命不好 我要你帮我改 你又不肯 我要你帮我转运 你也反对 我活着到底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你啊 你不要吵 不要吵 当着这么多人 你成何体统啊你 我就是偏要叫 你们听着 只有傻瓜才会找 王贷给他算命 只讲几句好话 只在纸上写几个字 你们就全信他的了 不管谈婚乱嫁 生老病死全听他的了 你们说你们是不是傻瓜 其实你们花的 都是冤枉钱哪 王鼎 你给我闭嘴啊 我偏要说 二少爷 二少爷 少说两句吧 多伤人心哪 伤心 你心里面 只有四处八字 只有老天爷 只有怎么看都看不腻的 万年利 他说的话全都是假的 是假的 来人哪 来人哪 你叫吧 你尽快叫人来吧 你们大家听着 命是你们自己的 不要再来找王贷算命了 还是回去玩蝶线好了 蝶线会告诉你们 何时可以做皇帝 何时可以出认头帝 不要再来找他了 二少爷 二少爷 把他给我锁到柴房去 他疯了他 疯了 二少爷 你就听大少爷的话吧 否则我们很为难哪 你们看见了 你们全都看见了 我是怎么对我兄弟的 我兄弟又是怎么对我的 我这是泄露天机呀 老天爷会罚我 老天爷会罚我的 吴老夫子 我到镇江去好不好 我到镇江去 能不能转运呢 还不愿意 我到镇江去 你死就能了 你死不专爻 我可以啊 假日 没什么 我 怎么 他不肯吃 你关了他一整天了 也应该放他出来了 你以为把他关起来 他就出不来了吗 他要出来的话 用脚把门踢开就能出来了 那他为什么不跑呢 他不过嘴上硬罢了 他还是很在乎你的 你们毕竟是两兄弟 你这是怎么了 我是在教他 你是在害他 昨天晚上你还跟他在一起玩贴仙 你这是当嫂子应该做的吗 太荒唐了 随你这么说 你当时是不在场罢了 你要是在场 你也会跪在吴老父子面前磕头的 我谈的是天命 不是鬼神之道啊 跟这些邪门不相干哪 有时候人力办不到的事 为什么不用其他方法试试呢 既然贴仙说他到镇江可以转域 你又没有别的办法 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吴老父子那儿 让他管教呢 我这是个被你们搞得头昏脑仗的 紫月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我们王家偏偏托了你这样的女子 跟他这个小人 你是王家的圣贤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比不上你 我干这样吧 你找天到庙里去找物名大师 你有事参不透 或许他能帮你出个主意 给你 请蝶仙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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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蝶仙帮忙 求求你帮我找朕家的五秋月 五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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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秋月 原来真的是你 秋月 你 你 怎么 我知道了 原来蝶仙真的能把你请蝶 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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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理我 秋月 秋月 你躲到哪儿去了 好 我就去镇江找你 你过去镇江洪uta ka我 一大achten 请 问客官 一路辛苦了 哎呀哎呀 来来来坐这儿 老兄 顾夫子的书馆 是不是在附近 就在附近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 ela 哦 怎么说 forum 要想知道这事啊 来来 客官 坐下救脚 慢慢听我说啊 现在啊 是一分为三 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是现衙门的 落下的时候呢 不猜就是去去我的 到三更半夜啊 那来的主子肯就更多了 有的啊 舌头伸得那么长 用手滴了脑袋的 还有啊 奇形怪状的是什么人都有啊 偶尔你还能看见 吴老大爷手拿着一本 忠义 他是一边摇着一边说 一吸一吸 真一吸 你若不懂 我生气 快把裤子脱起来 一个板子 一个屁 小兄怎么称呼 区区 我是算头大 在这儿啊 卖枣茶 卤蛋为生啊 你看 来往的客人啊 要是在我这儿落了脚 一边吃着 一边喝着 一边问着 我就把周易书馆 来龙去脉给他 那么详细的一说 他要是听出了神呢 多少也得给点酒钱吧 那到底书馆在哪儿啊 来来来来 你过来过来过来啊 跟着我来啊 来来来 就在这儿 来 转个圈 来来来 再转一个圈 停 就在那儿 谢谢你 我进去看看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衙门给封了的 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不过 我把门给拆了 你要进去呢 我不拦你啊 兄弟 兄弟 你是远道而来的吧 高游来的 你和老夫子有亲 没有 没有 那你来干什么 找一位姑娘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吧 这屋里屋外啊 只有区区我一个人 哪儿来的姑娘啊 怎么会呢 是他约我来的 那你一定是找错了 不会的 吴老夫子担用收我为徒 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过来看看 我没事 兄弟 太阳快下山了 要找谁明天来找吧 白天眼睛亮 一眼就看见了 我打算在这儿找个地方住 你可不能有这个想法啊 为什么 这丐帮马帮逃兵逃犯 都有这个主意啊 一到晚上不是给扔出去呢 就是变成一滩浓血呀 尸骨不全呐 我不怕 你知不知道我姓什么 我姓王 姓王怎么了 王老虎啊 不是啊 是王大胆 大胆王也不行啊 到时候你就吓得屁滚尿流了 不会的 我五行火旺 百邪不亲 佩服 佩服佩服 兄弟啊 我可是把话说到家了 到时候上了阎王殿 你可别拉着我当殿背的 我这些大蒜头啊 是我的随身之宝啊 我呢 就是带着它 避邪防鬼呀 来来来 给你带上啊 我看你是条汉子 就把他送给你了 也可能是你的八字真的重啊 能躲过这一劫 我看你一定是撞邪 你才撞邪呢 我真是搞不懂 我从小到大 什么都要被你管 我饮食起居你要管 姐姐朋友你要管 就连娶老婆你也要管 我活着到底是为了自己 你还是为了你啊 不要叫 我不要叫 大庭广州之下 你成何体统 王敬 你给我住嘴啊 我偏要叫 命是你们自己的 别再惹王奈钻命了 不要再来找他了 不要再来找他了 别人 秋月啊 我来了老半天了 怎么还见不到你啊 秋月啊 我来了你出来吧 你知不知道我是多么辛苦 才来到这儿了 你别再玩了出来吧 啊 你知不知道我是多么辛苦 才来到这儿了 你别再玩了出来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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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上了 出来啊 对不起啊 她馒ol 幸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是蝌蚪 你是不是五蕴五老夫子啊 好一个王鼎 还不快给我下跪 学生王鼎 向五老夫子请安 你少在这儿卖怪了 怎么现在才来 我哥哥把我关起来了 我现在是偷跑出来的 你可曾听过 周文道 欺死可疑这句话 没听过 要是我听过 就用不着到这儿来 请你教我读书了 也就是说 为求真学问 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 你根本就不用管你哥哥 是是 是是 我真笨的连这个都不懂 你很快就懂了 上下一经共十亿十二篇 这两卷是第一篇 五老夫子 这些蝌蚪文呢 我看不懂啊 三天之后 你不给我背出这些经文 我就把你变成蝌蚪 我走过去呀 迎面一股热气扑到我身上来呀 就好像要把我蒸熟了似的 我抬头这么一看呢 好高好高的一座城墙啊 不过这座城墙不是用石头砌的 而是用这个铁板呢 铺上去的 又经过常年累月的火烧 把这个城墙烧得通红通红的 就好像一个大 大 大 大得不得了的铁炉子 阿弥陀佛 那应该是大铁围城了 大少爷 那边在干什么呢 过去看看 哦 师父 请问那么多人围着老葫芦 他在说些什么 他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进了地狱 看见很多稀奇古怪的事 今天早上就来 找师父讲给师父听 还不是跟我们杨氏一样吗 连城门口啊都有站岗的 所穿的打扮呢 跟我们杨氏差不多 所不同的呢 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呢乱呼呼的 人家那儿呢冷冷清清的 咱们这儿的人呢横冲直撞 人家那儿的人呢是直来直往 不会拐弯的 对了 你看你看 我在地上捡了一份 这个阎王殿的告示 您看了没有 叫大伙儿啊七月半去顶这个 杨氏人鱼兰法会所施的功德呀 您看看 你大伙儿看看啊 大伙儿看看看看 当然是真的了 师父难得上山可算是稀客 请你们看看啊 原来我有件想不通的事 想跟大师切磋一下 听了差爷这番话 也明白了一个大概 请让一让 请让一让 您哪 要是听完我把这个情形说完了以后 您就更明白了 哎呀 我们做人哪 实在是苦啊 一丝一刻 都不能乱了分寸哪 哎 不管你在阳市占了多少的便宜 等到你下了阴曹地府啊 要一股脑子全都掏出来 还得干干净净啊 哎 看来啊 还是跟着大师修行得好啊 吃斋念佛 就是下了地狱啊 也不会有什么罪过了 哈哈 阿弥陀佛 听了老弟这段译文 胜过贫僧讲多少经 红多少法 哈哈 这 哈哈哈哈 你不是在做梦啊 是在做功德 哎呀 半仙哪 我哪天哪 到您那儿去找您批个命啊 看我的命中是不是犯鬼 怎么我最近老是做梦 梦到这个鬼天鬼地的呢 后叫 后叫啊 施主有事请礼便谈 好 哎 老葫芦 你见了这么多鬼 干脆再说来听听啊 还要听啊 说来话长啊 你们在这儿等等啊 大师 按命理上说 人死如灯涅 肉腐灵散了无痕迹 这孤魂野鬼之说 究竟如何呢 我家啊 有轮回之说 人身谢氏 以三魂七魄 在阳师的功过 而入六处之道 有些人哪 三魂七魄 因为在阳间夜缘未了 所以孤魂野鬼是长久不了的 啊 请教大师 可有三十年灵魂不灭之说 难道施主遇上三十年不灭的灵魂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见群龙无首 飞龙在 秋玉啊 你到底在哪儿啊 快点出来见我 秋玉 唉 我到底独自己干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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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玉 啊 哎 哎 哎 秋月 你知不知道 我在高游是从来不读书的 可是到这儿 要学这些鬼磕豆文 我根本就不懂啊 还有啊 我在家的时候 我哥老是管着我 我已经够烦的了 谁知道来到这儿更糟 你爹比我哥更凶更狠 他要把我变成磕豆 你知道吗 秋月 出来吧 秋月 好吧 你不出来就算了 算我看错人了 不该相信你这个骗子 我回高游去了 作曲 李宗盛 流出轮回各一方 天条从眼中有错 有魂消心出落网 可怜心之寸的碍玉 青丝不见女生光 尘土埋乡三十年 擦肩灵溪照阴阳 尘土埋乡三十年 擦肩灵溪照阴阳 秋月 原来你在这儿啊 为什么不到书馆去找我 你火气那么大 我哪敢呢 我大哥说我五星火旺啊 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等了很久不见你来 把我急死了 这儿你还住得惯吗 没有你陪怎么会惯呢 我是问你住不住的习惯呢 住不习惯啊 你爹啊 要学什么蝌蚪文 我根本就不懂 要是懂的话 早就去考状元了 他也是急着 要你去考状元 所以才让你去认识 那些蝌蚪文呢 这怎么行呢 不会走去想跑 这叫欲速则不达 别急别急 你不认识那些字 我来告诉你 你会看蝌蚪文啊 我从小就是看那些长大的 哦 可是那些蝌蚪文太难学了 可不可以找一些容易点的学 王鼎 我告诉你啊 命由天注定 半点不由人 你别想拗得过你哥的意思 只有易经可以改你的运 让你知道命 有先天之命和后天之命 现在王奈讲的是先天之命 日后你王鼎要讲的是后天之命 以后天之命补先天之命 值得你到镇江周易书 管了下功夫的 于是老葫芦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来个老金刚 三床铁围城 夜叹是八层地狱 真话我不听 小舅子你不要说 不要怕 喂 后来呢 快说 说是迟那是快 老葫芦开始 一步一步地走进去 他睁开双眼一看 哇 那些既高又大的夜叉恶鬼 各个目光如炬 口牙如剑 凶神恶煞的 把那些生前做尽坏事的鬼 丢进刀山火海 钉床游锅 还有些鬼啊 全身插满了长钉 舌头伸得有一尺长啊 还打了几个结 还有些生前爱漂亮的鬼 死后被牛头马面 拿着蜜糖擦得满脸都是 让那些蝎子蟑螂啊 蜘蛛什么的 不停地往上爬呀 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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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柱子 大少奶奶 娘 娘 春花 你先带两个孩子 回房去休息 是 大少奶奶 小柱子 你过来一下 大少奶奶 这些都是老葫芦 在梦中见到的 那只是一场梦 又不是真的 你怎么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 现在二少爷一个人去了镇江 我的意思是要你去找他 他身上没有盘缠 他想买什么吃什么的话 你就帮帮他 他要是想回来的话 你告诉他 大哥的气已经消了 他随时可以回家来 小柱子知道 大少爷 谁说我气消了 我可没有叫他回来 大少奶奶 你劝劝他吧 这事用不着商量 他当着大伙的面 说我是骗子 我就白负骗子的面孔给他看 我让他念书是骗他 我劝他改运也是骗他 我送他到南京去也是骗他 好了好了 别再说了 你明天去了再说吧 不论去 网安再三告诉他 书馆是一堆杂草 五十妇女都已是坐骨之人 他偏要去念书 跟谁去都已经啊 你想弄明白 叫小柱子去也没有用 请无名法师去才是道理 黑龙在天 立剑大人 前面教过你一句 见龙在天 立剑大人 你忘记了没有 当然没有忘了 你说龙呢在田里面打滚 他很容易遇见贵人 同时自己呢也变成了贵人 不错啊 你挺用心的嘛 再来 等等 你刚才说龙在天立剑大人 也就是说龙在田里可以见到贵人 那在天上呢一样也可以见到贵人了 可是天跟地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那么龙到底应该在天上 还是在田里呢 问得好 问得好 所谓龙者是指一个人的命造 加上运势 龙在田是先天之相 龙飞天是后天之相 你哥哥替你批命 是批你八次的命 我爹替你出运 是出你入世的运 上下合并 才能够判断出一个人的成败得失 所以说前生注定便不如盖棺论定 你明白了吗 这我明白 换句话说呢是夏田不计上天呢 那么我们应该上天不应该下田了 那又错了 错了 鼎哥 真笨 真是太笨了 田是天之分 命是运之源 如果一个人得到后天的资助 而变得肆无忌惮地飞起来的话 那么他马上就会碰到一句话 那就是抗龙游毁 抗龙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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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自己没用啊 这么笨 真笨 我真笨 没用 鼎哥 鼎哥 你别再撞了 你再撞我会心疼的 啊 啊 啊 原来是你啊 除了我还有谁啊 太通信了 这么客气啊 还有酒啊 我一进书馆啊 必须带着蒜头带着酒 要不然呢 我是浑身 止不住地打哆嗦 我问你 这两天是怎么撑过来的 我啊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哎呦 这一进书馆 说话都四个字一句啊 哎 哎 我是说啊 晚上你睡得着吗 睡得着 没看见什么 看见了 啊 你 你看见什么了 你说的那些啊 有男人有女人 有大人还有小孩呢 有时候还是长舌头的呢 还有些拖着自己的头啊 哦 还有啊 我看见一个卖蒜头的 你猜他卖些什么 他卖蒜头饭蒜头面蒜头酱 卖的全都是蒜头啊 还有蒜头酒呢 废话少说 喝酒吧 别喝 我还没问完呢 你到这儿来 到底来干什么 向吴老夫子学易经啊 嘿嘿 我就不信 像你这样的人 能读易经 你不信啊 我读两句给你听听 哎 要是你能说出点学问来 我就让你喝酒 好 你听着 嗯 见龙在天 利剑大人 有没听过 这是易经上的 当然了 前的第一篇第三句 好 喝一口 哎 还有没有啊 有 当然有了 那你听着 酒龙有毁 酒龙有毁 不懂吧 学问可大着呢 哎 哎哎哎哎哎哎 嘿嘿嘿 一条龙就难得见了 九条龙都见到了 还有什么祸事啊 哎 哎 我问你吧 龙要不要娶老婆 要全宗接待 要吧 那两条龙成亲呢 自然就会伸出许多 龙子龙女来 不就变成九条龙了吗 不过这样 如果不是一个人喝这瓶酒 而是九个人喝的话 能不能喝得着 喝不着 喝不着是吧 喝不着就麻烦了 不错 那会打架呢 是啊 那昆字第二篇第七句 就这么说了 龙湛羽也起血玄黄 哎哟 说对了 哎 来来 喝一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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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你这两天进来 还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哎哎 哎哎 酒 给你喝了 那我先谢了 你不要啊 不要我就拿走了 喂喂 你给我 我要喝 是你自己说 我都不要的 给我 给我 就是不给嘛 得了 咱俩谁也喝不着了 我们出去喝 你不念书了 念什么 我这酒饮来了 出去喝吧 好好 喂 喂 妈 走啊 是是你 啊 滚 滚 滚啊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干嘛 喂 喂 我偶尔喝喝罢了 不要紧的 念书的时候 不许你喝酒 我喝一点而已嘛 没关系的 你别管我了 好啊 我不管你 一会儿让我爹来管你 你别叫他来啊 你可别叫他来 好了好了 我念书 好 这才对嘛 你好好念书 晚上我烫酒给你喝 真的 那可要多烫点 放心 一定是连九条龙也喝不完的 嗯 坤 原亨利 聘马之针 君子有忧王 下跪王鼎 刚才本官说要打你 你就说无凭无据不能打 现在师爷已经找到这本 大宋律律集要 其中的护律婚姻篇 第386节 正好有一宗 串婚谋财的案例 可以引用于本案 来人 在 把王鼎押出去 先打王鼎 二十大板再说 打 打 不要啊大人 不要啊大人 事成不多了 为什么打王还要再说呢 这二十板 是打你串婚谋财的 给予你暴施上传 这其中是否有诈 是否触犯了法计 这些都要从长计议的 放手 好 你说我串婚谋财 暴施上传 你大可打我四十大板好了 可是打完之后 我恳请大人 立刻放了我跟秋月 好让我去帮秋月 施以记血还魂 要是时辰过去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堆尘土 那么他就是死在大人 你的手上了 大胆小子 竟敢口出狂言 什么记血还魂 是什么药法 你从此招来 记血还魂 就是把我三代的灵牌 烧成灰 然后把我的血夹进去 混合后 就擦在他的脚板上 这样 就能够帮助秋月 去府回春 转世还阳 一派狐隐 仅是一派狐隐 大人要是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大师啊 只有大师才知道 地狱在哪儿 是什么样子 什么事记血还魂 大师你跟他说 文明大师 皇帝所说的一切 可要根据 阿弥陀佛 关于地狱一事 大人不妨问问 拆言老葫芦 他的实际经验 比老那的异端之词 要实在的多 老葫芦 是的 小的在 真人不露相啊 小的不敢当 小的不敢当 你去过的地方 比本关还多 你连地狱都去过了 回大人 只是小的近日 连连地做梦 梦见自己 到了地狱里去 把所见所闻呢 向大师求个印证啊 那又有何印证呢 据大师说啊 小的梦见呢 样样都看在于 地藏菩萨本愿经经文之中 没有一点捏造啊 你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好好好 过来 你 这个位子给你做 本关不做 大人 你折杀小人 折杀小人了 你去过地狱 我对地狱完全陌生了 这宗 这宗案件你来处理 该关就关 该杀就杀 你 是不是嫌本关闲着没事干 才带了这个和尚 跟女士来啊 大人 小的只是做梦 说了些梦话 离事实情形 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可惜 可惜你不懂得投胎 你要是跟着包大人 已经是开封府的大红人了 这 大人哪 是老葫芦多事 把王顶弄了进来 大人 您只要咬咬牙 把这件案子断了 日后我们所有的老百姓 谈起来的时候 大人哪 您比包青天也不逊色呀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的 大人 您要想知道 王顶说的是真是假 把他哥哥王奈找来一问 就明白了 那你还不快去 我这就去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不是 我正在想你唱那首歌的歌词 那是我一时感怀唱的 怎么 真的钻进你耳朵里去了 所以我到现在 还记得一清二楚 何必那么在意我唱什么呢 这样好不好 你再把歌词念一遍 看我懂多少 好啊 好啊 亘古宇宙运八荒 六处轮回各一方 嗯 从古至今 宇宙随着自己的轨迹 运行了很多很多年 本来一个人死了之后 就会进入六处洞 随着每个人的功过 轮回到不同的地方 嗯 破得好 天条从年终有错 游魂侥幸出罗网 虽然天羽人 有其自己的诡计 可是冥冥之中 也会有差错 而在差错之中 让一个游魂跑了出来 这个游魂 是亘古未见 也是不入轮回的 奇怪了 那么这个游魂是谁呢 可怜星之春带雨 青丝不见 雨胜光 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患了不治之症 尘土埋乡三十年 乍见灵犀 赵阴阳 也就是说 他已经死了三十年 虽然人死了 可是心并没有死 他的心 必须要找到另一颗心 乾坤两心 要能做到易经上的 贤字卦 贤卦是什么 贤卦 贤卦讲的是柔夏而刚上 两气感应已相遇 不懂 你才刚进了易经的门 你还没有登堂入室 你当然听不懂了 等你念到贤字卦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懂了 好 明天我就把贤卦找出来 看着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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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柱子 是不是你揍弄她 她是我的书童 我过去看看 你别走开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小柱子 小柱子 不要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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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 不要追我 不要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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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 坤元亨 立聘马之针 君子有幽王 天迷厚得主 立西南得棚 东北丧棚 安真吉 安真吉 老夫子 老夫子 救我 救我呀 老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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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柱子 小柱子 你真够倒霉的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也不是 到底闲挂在哪儿呢 二少爷 二少爷 小柱子 起床了 对了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要不是大少奶奶逼我来 我才不想来呢 大少爷说过 她说我要是到这儿来 回去她就把我吊起来打 喂 我问你啊 你昨天晚上好好的 怎么晕了过去啊 害得我一晚上没睡着 在这儿坐到天亮 有什么办法呢 二少爷 我昨晚真的见到一个 成了惊的琵琶 他在后面 不停地追着我跑 追到这儿 就看到一大军人 在后面念书 于是我跑到老夫子的面前 希望他能救救我 他突然又不见了 后来连内军人也不见了 二少爷 你说这儿是不是封都城呢 你是坐船坐头盔眼花了 别自己吓自己了 你说我眼花 那你是说 这儿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本来没有啊 不过现在有了 是我带来的 问问你自己了 二少爷 你还是听大少爷的话 去南京吧 你不要再说了 他要我去南京呢 无非是向我去学学 做人的道理 可是你知不知道啊 我在这儿学的是破天哪 大少爷说过 命由天注定 半点不由人 老天爷不是说破就能破的 我才不管他说什么呢 总而言之呢 我一定要用意义金的六十四卦 来打开老天爷的天罗地网 哎呀 二少爷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的 会遭天谴的 喂 你要是怕的话就回高游去 不要留在这儿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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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就就就是他 就是他 他他他他要是不是恶鬼 就是巫师 昨天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就看见他上半身 他没有下半身呢 这书馆老早给我们衙门疯了 哎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你们进来干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我一直住在这儿 哎呀 你们看 你们看 我说他就是不干净嘛 果然如此 他老早就住在这儿了 难怪 我的大稻茶 没人过来买啊 这儿 这整个是 鬼气冲天的地方啊 你也是不干净的 是吧 哎 各位差大爷 你们全误会了啊 来 让我介绍吧 这位呢是我的二少爷 我叫小柱子 他上哪儿去我都跟着的 他既然是人 我当然不会是鬼了 他如果是鬼 我当然也不会是人了 不管你们是人还是鬼 这会儿呢 跟我们回衙门 接我们大人去 把他们带走 是 你们别找我二少爷 小柱子 滚 跟我回去 停 我敢打 哎呀 少爷 你这小子要是不听话 我先杀了他 不要啊 少爷 救我啊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快说 好 我告诉你们吧 我是来相亲的 这里有姑娘吗 哎 你问她 她是谁家的姑娘 是五蕴老夫子的独生女五秋月 啊 五 五秋月 是啊 怎么 你见过她 哎 我天天见她 就凭我这条腿 怎么说 好 我带你们去 来呢 就在前面 哎 就在前面 这儿 这儿就是她要相亲的姑娘 二少爷 拿 这儿就是她的坟 你们快过来看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还指负为婚哪 任陈年距离现在三十多年了 哎 你才二十六岁 嘿嘿 不是你 找错了她 就是她 找错了你呀 二少爷 我早说你撞了邪了 不 不 我没中心 我没中心 对 好 好 好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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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